5月31号晚上 艺人杨思琪 订阅 在九龙湾国际贸易中心展茂厅出席 闪烁世界 照耀全球 开幕盛典活动 思琪以一身担子偷视连音群亮相 继显其小蛮腰和修长戏腿十分强劲 活动期间 思琪还在台上为大家亲唱歌曲 近日被拍到 思琪去看楼盘 问她是否想置夜 她说只是前时跟朋友看看而已 并笑颜借大家回言 准多点钱可以买新房子 又问到暑假将至 是否会跟女儿出外旅行 思琪表示 女儿曾经对其提出过这个要求 希望能满足女儿的愿望 其实我自己也想带她去 出国旅行 就是出去旅行 因为她有要求 之前她看过电视的节目 就Travel 或者是看书的时候就说 有些地方我没去过 她居然向我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我现在就慎重考虑 希望可以在假期的时候 带她去一趟 满足她的愿望 同场出席的订阅 身穿身微 低胸红色连衣等全健身 让本来身材高挑的她更显性感 但总感觉到她瘦了许多 问候才知她最近得了肾炎病 最近瘦了是因为我最近生病了 患了那个肾炎 然后身体之后明显的瘦了很多 所以今天都选择了一件比较 露比较多的衣服 然后 其实之前自己也有不停的 去尝试不同的方法去减肥 问及她对妈妈的好姐妹 罗明珠离世有何感受 订阅伤感说很不开心 并祈愿罗明珠在另一个世界里 会过得很好 我最近也有看到 那个罗明珠的那个过世的新闻 然后 因为她其实是我 妈妈还有我的阿姨的好姐妹 然后 我看到他们的Facebook 也有去 就怀念她 然后非常不开心 然后我也没有问太多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 可以再生活得好一点